新疆的降雪还在持续 新疆阿勒泰地区4号再次降雪 其中北部山区出现了暴雪 同时风口的风力达到了7级 气温下降12到18摄氏度 再次降雪给当地民众的生活 带来了新的影响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新疆的降雪依然在持续 新疆北部出现小到中雪 局部地区降下了暴雪 气象部门预计降雪到5号会逐渐减弱 这次天气就是降温明显 而且后面地温持续比较长 给救灾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希望有关单位提前做好防寒保暖 及物资储备的预防工作 新疆伊犁312国道果子沟路段 也降下了大雪 降雪的厚度达到了20厘米 对此当地交通部门全员上班 及时出雪 保证民众出行安全 据气象台的预报 未来一周将会有两股冷空气 先后影响新疆北部 新疆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 并且迎来降雪和大风天气 而连续的大风雪灾害 已经导致新疆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的 700多万头牲畜受灾 饲料缺口达到70多万吨 而首批从外地支援新疆的四草料 已经在4号抵达了阿勒台 从甘肃调运的救灾四草料 于2月4日凌晨30整 已经安全抵达富安火车站 而这也是首批从区外调运入江的救灾序量 现在各县市正在紧张有序地装卸着四草料 同时从伊犁州运往阿勒台灾区的最后一批四草料 也已经安全抵达 首批到达的308吨草料 将分发到阿勒台地区各个县市 陆续到达的其余草料 将会分别调运到阿勒台地区北屯 塔城等地的四个应急草料储备库 这批次草料的调运呢 对我们阿勒台地区60年不遇的这个打栽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 对我们的春高生产 冬高生产 以及那生虚的安全跃动 也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目前大雪造成新疆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 719万投资牲畜受灾 饲料缺口达到70多万吨 为了解决新疆草料短缺的问题 有关部门协调甘肃 为新疆提供2000吨抗灾草料 而云南和广西的汉情也还在持续 为了缓解汉情 接着目前云南省已经累计支出抗汉资金2.2亿元 广西汉情严重的地区 正在积极组织民众春节期间的饮用水 如果降水依旧稀少的话 广西汉区的灾情或将会持续到4月底 这几天 家住云南省楚雄州 丁家屯村的村民殷顺花 正忙着翻整自家的土地 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 我们只好这么几次 能给它发回来 我们两天 我们的心我们是种大村的 我们的条件好吗 我们组织发动群众 就是把那些基本上已经 活力无收的小村 干脆把它翻离 做好整地准备 万一气候有所转变 咱们就能够及时地开展 实时播种和排苗播种 据了解 目前云南省楚雄州 在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山区半山区 已做好栽种地膜覆盖玉米 70万摩的准备工作 其实目前云南省 已经累计支出抗旱资金2.2亿元 在广西受灾最严重的东南县 为了保证民众春节期间的饮水 政府部门大规模的招募支援者 组成了10支抗旱资源服务队 每天在东南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大楼前 都会出现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是由各行各业组织的 抗旱服务队 他们跟随邮政政府组织的送水车 一起下到各个村屯 将干净的生活用水 送到老百姓的手中 目前东南县设立了 380个临时供水点 并给农户配上了蓄水桶蓄水 政府部门组织储备好了 在春节期间 10天以上的安全饮用水 近期受一股冷空气的影响 广西大部分地区 将会出现降温和阴雨天气 但遗憾的是 这次降雨区域 并不包括现在汉情最严重的地区 降水主要体现在广西的东部 所以像汉区这些地方 很少犹豫 即使有的话 也是属于一种间断性的 雨量比较小 一般来说是在3毫米以下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预计 如果降雨继续不平衡 局部地区的汉情将会持续到4月底 今天的系列报道 共建新家园将会走进甘肃省地震灾区 甘肃拢南地震灾区的五都区 有一条穿城而过的白龙江 江的两岸靠一座桥降连 在512地震当中 这座桥被损毁 如今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白龙江上已经四桥连两岸 第五座桥也很快就要竣工 而这些新桥又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这里就是地震之后五都区建起的一座新的便民桥 大家可以看到在半山腰上就是过去的薅平村 以前薅平村的群众向对岸镇里的群众来叫卖东西 要通过喊话来完成 并且还要通过马匹驮着一些物资来过河 在地震之后 深圳的对口援建人员在这里建起了这座新的桥梁 使当地的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村民李海强家就在村口不远处 多少年来卖花椒一直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隆南山大沟深 过去交通极为不便 前面两个时候 我们就要得给那个裸子 直接就从猪肚活着散落 从猪肚活着散落 就脱了紫色出没了 每个时候花椒没有没来的时候 天就黑了 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 一千三百多名深圳原建人员来到甘肃塞区 随后一片片新村 一座座医院 学校 在地震废墟上崛起 一座座变民桥 更成为原建者最引以为骄傲的工程 如今的李海强 也真真正正感受到了桥的建成 给自己带来的便捷 和鲜腿的话 可是天都吃着吃的话 那天都吃着吃着吃 八头八次也吃 到这方便多了 其实很少幼儿园 直接摩托就送到幼儿园 我们总共深圳安排了建立28个桥的这个资金 用于这个便秘桥吧 我们给甘肃的龙南和甘南也搭了个经贸大桥 让龙南和甘南的企业搭上了深圳这个经济列车 搭上了深圳的这个经贸大桥 走向国内的市场 走向国际的市场 一座座有形的桥改变了在区群众的生活 深圳原建人员更是以特区人的观念 搭建起沟通沿海与大山深处一座无形的桥 深圳市劳动部门 先后在甘肃灾区举办了八场大型劳务招聘会 共招聘一万多名甘肃籍劳务工 到深圳三百多家企业就业 杨军林就是通过招聘会 从龙南来到深圳爱美特电机有限公司务工的 帮我们介绍过来 而且我们像过来什么车费什么都不用操 我非常感谢深圳市政府能把我带到这个崭新的世界 所以我们那边比较因为是比较落后一点 所以来这边感觉自己建了很大的市民 2008年5月12号 四川发生特大地震 灾后重建重大部署 十九省市和重灾区一对一共建新家园 三年规划两年建成 本台主持人深入灾区 带来重建最新报道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新闻频道 共同打造特别节目 共建新家园 敬请收看 好马上进入到媒体焦点 今天关注的仍然是伊朗核问题 王周 好的 的确最近的伊朗核问题的再度是一波三折 正当伊朗核问题的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 伊朗总统内甲德日前表示 伊朗已经准备好了低纯度的浓缩油 运往海外换取核燃料 此番言论的被解读为伊朗核问题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机 而就在西方国家琢磨这个内甲德的讲话 这其中的含义时 伊朗又高调的宣布成功的发射了一枚卫星运载火箭 同时还向外界展示了三颗自制卫星和一台运载火箭发动机 伊朗核问题的几个